您好 我想问一下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跟我老公一样都是做房地产的 是管理吗 还是 对 管理多少人呢 二三四个吧 那我觉得在事业上也是很成功的 对不对 现在怎么着了 回家就管理一个娃 还有一个老公不听话 他也不是不听话 他就是不跟我交流 对 所以可算是把您给憋坏了 但是我听二位的交流 我感受到您在做这个全职主妇的过程当中 做的也是非常优秀的 不要小瞧全职主妇 在2015年的时候 时代中刊评了一位日本的全职主妇 为影响全球一百人 和他共同获奖的还有奥巴马 普京 所以全职主妇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 但是在中国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全职主妇最担心的就是三个字 被抛弃 我们这里不存在被抛弃啊 但我听到了三次你离他远去 第一次是从家里走的 走了五天 您喝喝咖啡啊 看看书啊 你是觉得没有走 但是在他的心里就是有 对于我们来说五天是很长的时间 我很难理解到我的先生五天 跟我没有任何的讯息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是否安全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要回到我的身边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 第二次 在异地 他出去了 您自个儿换了个酒店 他自己要出去 出去找更何事了 我都没有一分钱 我那时候电话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是在这里听到了被抛弃三个字 我会让你变得更多 我都没有事了 对 我说我们在这里 我都没有事了 我都没有事了 对 明年 我都没有事了 她就没有事了 我都没有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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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